那么这个参数我们也调节完了 好 可以看出来其实女生是比男生好听得多 不管怎么变 即使是调的很尖 那么这个女生也是要好听一些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剩下这个 另外两个 这两个改完了 还有这个speed speed的话呢 我们依然是要 把类似的这种方式做修改 然后预速 先找到这个 藏函数 然后 把这个value打印出来 然后呢 找到这个self.spd就变量 把这个转换一下 转换完了之后 还别忘了把这个加进来 那么这个unl呢 我们这个参数就加进去了 加完之后再看一下 语速最快 你好 百度语音 好 这是每分钟说话的字的这个差距 你好 百度语音 这慢的有点难受了 你好 百度 语音 这男生就是很恶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 百度语音 好 说快点还好一点 反正大家 我就建议默认的女生 大家就默认的就用女生就好了 这个实在是 男生是有点 对不起观众的感觉 放到5这还凑合 你好 百度语音 反正就是觉得有点怪 女生的这个表现还可以 然后我们剩下 最后一个参数叫 voice voice的话呢 这个调节起来 可能感受不是很大 毕竟这个播放的时候 它是以我们中端的这个音量为准的 最后的 再购乱的 url的screen valu 调完之后呢 别忘了加到这个url里面去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 sorry写错误 女生VOL等于 然后加上 再购乱点VOL 好 检查一下这个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 再试一下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音量 你好 百度语音 我们调的最大 你好 百度语音 是稍有点变化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明显 你好 百度语音 你好 百度语音 还是听得出来变化的 女生听得出来比较明显 我们先听见男生 百度语音 你好 百度语音 男生更明显一些 音量在最大 你好 百度语音 可以听得出来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参数调节 基本上这个几大块 音调音量语速 包括发声人 都说完了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遗留的问题 一起解决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字数啊 已输入零字 还可以输入五百字 这个地方老是不变的 我们把这个处理一下 这个槽在 叫那个textChange的 我们找一下这个 然后在这 textBrother textChange的 这个是 我们要处理一下 每次文字发生变化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字 呃 统计一下 那么统计的时候呢 我们我这边也有是写好的 我把这接Coffee过来 好在这边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 先把我们输入的字取回来啊 就toPlay in text的这个方法 取回来之后呢 然后统计一下这个字的长度 这时候你统计的时候呢 就是按照 比如说你是汉字的话 他就统计就是汉字的个数 而不是这个多少个字节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边 能不能把这个打印出来 好 这是发生变化的时候 他就会打印 我们看一下啊 好 五个字 你好百度语是五个字吧 OK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获得这个字数之后呢 我们还要去修改这个label 如果他大于500的话 我们要弹窗这个有问题了 然后 把这个里面的字的清零 如果这个长度大于500字的话 就说明超出限制了 所以我们弹出一个窗 提示文字长度超过限制 然后taxbrother这个清掉 return就回去了 如果他小于500呢 那我们就正常的提示 你还能输入多少字 label settax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里边呢 这个label不一定是叫这个名字了 所以我们得找一下 Math phd test 小麦 在这里 我们得找一下这个label是什么 因为 因为 已经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们放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第一个label 在这儿 以输入零字还得输入500字 这个叫label6 好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面写 写什么呢 写其实就是这一行字 你输入多少字还能继续输入多少字 好 就是这一行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行 运行出来是什么效果 消一下 对 你说五个字还可以说495个字 那就再往前加 如果你想要复制的话也可以 嗯 就可以这样一直复制下去 一直复制下去 OK 这边就 嗯 抄出了 抄出了之后呢 这边提示一个这个 呃 Q message box information not defined 这个是因为我没有在头部导入 这个不要紧 这个后面再处理 那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导入这个的话呢 也是 可以从这边导入 把这两个一起都复制过来 好 好 啊 有消息框了 不过这个消息框呃 谈的是这个黑色的背景 所以这个比较吐血 嗯 看不见东西 啊 所以这是当时我们选黑色背景的时候的一个失败啊 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 就是想带着大家把这个背景修改一下 知道这个界面是可以美化的 不过这个弹窗也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很无语了 好 所以这个消息框呢 其实是可以弹出来的 那弹完之后 你发现这个这里边没有自负串了 没有清零了 所以我们还可以再输入一个你好啊 看这些超500之后 这个整个就清掉了 它不会让你转化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功能 啊 这个弹窗这里弹出来的真是有点吓人啊 啊 大家如果讨厌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使用默认的这个界面过程 就是默认的这个颜色过程 啊 这个无所谓的 嗯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呃 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吧 那么 谢谢大家的听讲